如果我希望呢 跟這個buy的範圍裡面比對 這個範圍裡面呢如果有出現的 那就把這個買超裡面一樣的東西呢 比如說這個 第一個啦 原大這個 原由正二這個 那當然他比對的方法 一定要是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裡面 假設有的之前有同學 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裡面可能不想按個空白 其實這個空白 他也會算在比對裡面 所以如果假如你有加一個空白 裡面比對 也會算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裡面的次數要一模一樣 而且資料也要一模一樣 他才會判斷出 他這個有沒有存在 那以往呢如果你兩個範圍 像這個範圍的資料 跟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的就是股票名稱 兩個如果要match之後呢 要把它做一個標示 那以往如果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 用人工來處理啦 人工來處理 那不得了了 每個每個用眼睛看的話 那真的是很傷眼睛 而且其實 還不容易找到 完整的 因為人的眼睛還是 很容易因為疲勞 然後這個有時候你掠過了 你就沒看到 那就做錯了 所以有兩個範圍的比對 像我的習慣 我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用conview最簡單 那如果你要寫程式也可以 不過寫程式的話 變成兩個範圍 你要一個一個比 比完之後呢 再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基本上也是跑回圈啦 然後再做邏輯判斷 那 比較簡單的方法 大概就是用那個 我們講的conview 所以上禮拜我特別有提到有個conview 如果你不用寫程式的方法 第一個就用range 然後呢 range的話呢 我們如果不用名稱的話 我們可以用選取的 我講過 又要放這邊 Ctrl-ship 向下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會把整個範圍 快速選取 你看 這個 再一次 用conview 所以這邊的話 用最近使用過 OK 然後切到那個by這個範圍 游標呢 先點擊 A2 一直到最下面 Ctrl-ship 向下 OK 因為我有定一個名稱 所以我把名稱先 公式裡面那個名稱先刪掉好了 因為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有這個名稱我把它刪掉 然後 再插入這個範圍 所以範圍切過來 游標放在A2的地方 Ctrl-ship 向下 這樣的話呢 整個範圍就幫我選起來了 那criteria的話 實際上就要找什麼 找這個 這個股票名稱 他就會找 如果有就是1 沒有就0 按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的話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不過 剛剛 這個有同學比較細心 他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個雅尼 其實在那個by裡面 裡面其實是有雅尼的 我剛才看一下 雅尼這個 而且兩個一模一樣 可是 用conif 比對呢 卻比對不出來 這個有時候其實是conif的 城市的bug 那為什麼比對不出來呢 這個其實 因為 這個 康尼尼尼的韓式 對 一直往下 他就跟著往下 應該選 黑藍 對 我知道問題了 因為剛剛忘了把那個什麼 對 這個 漏了 所以這個要怎麼 F5 F4 那標準的應該按兩下 只要鎖裂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那個範圍 他會跑掉 難怪 越早 範圍越小 所以答案出來了 剛剛同學問了 我想說 這個 函數要有bug 應該蠻難 因為 基本上很少遇到 因為這東西已經出來超過20年了 如果有bug的話 我想應該已經早就解完了 不過 或多或少 Excel裡面好像還是 2007以前的版本 那個Dedif好像也有bug 新的版本 就解決了 還是會有啦 可是這個可能 會越來越少 幾乎大概沒有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漏掉了 那當然呢 另外還有一種做法啦 我是建議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查的話 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 先定義一個名稱 那定義名稱的做法是把by 這個範圍 Ctrl-G 一樣先向下 從那個 A1 一直選取到最下面 那你可以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有個叫頂端列 頂端列指的他的名稱 你按確定的話 到名稱管理員 就會 幫你定義一個名稱by 那你可以點擊他啦 他會告訴你說你 對照的就是這個 工作表by A2到 A91 這樣子的話以後呢 你可以按F3 就可以利用那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 那好處就是說 像剛剛我們都會忘了什麼 把那個範圍做 做鎖定 所以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不用鎖定 就比較不會 所以你把它關掉 假設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一樣的 做法 你看 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看一幅 這裡的話 Range 你就會按F3 記得 這個是F3 他會跳一個什麼呢 名稱出來 那以後的話你用選的 按確定就可以 用這個名稱 來代替那個範圍 那基本上 這樣的做法也非常的 經常性的使用 像我如果有很多個範圍 但是這個範圍 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工作表 而且呢 名稱 如果你沒有定義好的話 那當然你會不知道這個到底 對照 是什麼 什麼意思啊 有時候我會 用個中文名稱 可能我按F3之後會有一些清單 那可以快速的存取 那這個 有點類似於 資料庫裡面的關聯式資料庫 就是 資料 資料庫裡面有很多的資料表 它其實就是一個對照表 那個概念其實還蠻像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呢 那這邊 Criteria一樣選這個 它一樣會幫你找 那向下填滿就不用鎖定了 直接把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你做完之後呢 可以在什麼 利用那個篩選 篩選這個功能 這個篩選非常好用 把什麼呢 把你需要的E留下來 把0的部分刪掉 最後呢把這個範圍做什麼 做填滿 然後呢 再把它取消 那個 篩選 就OK了 那 最後全部的 這個動作呢 當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你可以 再把這個範圍 整個 Cuture 向右向下 再把那個常用裡面的 填滿 改成 無填滿 OK 那 剛剛這個 這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所以最後的話 你可以 按下 買超標示 馬上幫你OK了 然後呢 清除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當然我們沒有寫任何VBA啦 不過 你可以透過錄製具體 一樣可以幫你快速產生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講到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上禮拜 我們還提到就是 有關單次查詢 所以今天的話 請各位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就是問題 05的那個範例一樣打開來待會我們來看 有關於批次查詢 那什麼叫批次查詢呢 就是 之前是找一個人 一個業務員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找所有的業務員 你希望一鍵完成所有業務員自動幫你產生 所有的工作表 把個別的資料 全部幫你帶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批次的部分 畫面先還你多一下 按一刻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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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